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身穿奥运美国队制服白外套 风尘扑扑回到华府空军基地 国手们四年一度的运动盛会圆满落幕 但贺锦丽的竞赛现在才刚要开始 周末她来到内华达州造势 高喊要为美国公薪家庭继续奋斗 贺锦丽宣布要取消服务业人员小费税 消息传到对手川普而立 川普马上气炸说贺锦丽是学人精 不过CNN报道餐饮业与住宿业工会都为贺锦丽背书 甚至呛瞎川普说 诈欺犯与真正领导者提出的证件还是有差的 而一份金融时报最新民调指出 42%选民放心让贺锦丽拼经济 比川普要多一个百分点 川普复首范思批评贺锦丽只会照提词机和选民互动 川普也跟着附贺 还说贺锦丽这几天的上万造势人潮 其实都是AI批图出来的 结果相关po文 马上被多家媒体放上影片打脸 要川普才是别再睁眼说瞎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